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是为了跟微软来争强美国国防部的打单 那么美国的科技巨头与军方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 双方的套娃合同被曝光 我们来看报道 据CNBC电视台报道 基斯亚历山大曾是美国陆军四星上将 他在2005年至2014年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 并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兼任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 2013年震惊世界的棱禁门丑闻被斯诺登曝光 而当时美国国家安全局正是在基斯亚历山大的管理之下 这一计划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网络进行大规模深度秘密监听 以收集情报 棱禁门被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监控丑闻 侵犯人群之广 程度之深 令世界震惊 受此事件影响 基斯亚历山大也于2014年离职 此后有媒体将亚历山大称为窃听帝国掌门人 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 亚历山大加入亚马逊董事会的消息也引发了舆论的批评之声 棱禁门爆料人斯诺登在社交媒体调侃道 原来亚马逊的余音助手亚历克斯是亚历山大的昵称 而爆料棱禁门的记者格林沃尔德也表示 亚马逊让一个负责窃听监控美国民众的人进入董事会 显示二者臭味相投 媒体还注意到亚历山大加入亚马逊的时机微妙 因为亚马逊正在跟微软公司争强美国国防部的一笔高达 一百亿美元的经费 这笔资金来源于一个名为Jedi的项目 全称是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云计算解决方案 该方案是帮助五角大楼搭建现代化IT基础设施 美国国防部上周表示 他们坚持把这份合同授予微软公司 但亚马逊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原因是亚马逊早在2018年 就已从中央情报局获得了六亿美金的资金 为其内部搭建云服务 并托管机密数据 分析人士认为 在这项一百亿资金争夺战正值白热化的阶段 美国前国安局局长的加入 无疑会给亚马逊带来巨大的网络安全经验和人脉资源 企业聘用政府高管在美国并不罕见 这些官员往往会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 对包括总统在内的现任美国政府决策层进行游说 并可以收取合法费用 而2020年美国的科技巨头们对游说可谓大下血本 根据美国政治反映中心的数据 2020年上半年 脸书花费1010万美元进行游说 紧随其后的是亚马逊 共花费920万美元 截至2020年8月的过去12个月中 谷歌亚马逊脸书和苹果四大科技巨头 对华盛顿的游说支出总计5450万美元 比2015年增长35%与2010年相比增长近500% 在全美企业游说排行榜中 微软没有进入前20 但微软一直跟政府关心密切 此次国防部的100亿美元项目和拿下TikTok收购权 都被舆认为是其在美国政府中影响力的体现 美国政府除了对高端企业进行强力控制之外 在本质属性上 那么这些企业都是军民两用的企业 一方面在全世界推行他们的技术 特别是一些实际应用的价值 另外也在为美国政府收集大量的资料 所以美国目前利用自己的企业的一些科技属性 去收集情报 去扩大美国政府对全球的控制能力 NBC电视台网站日前发表了一篇名为 数千份合同凸显科技巨头 与美国军方静悄悄的关系的文章 其中援引美国非盈利组织技术调查的数据报道称 自2016年以来 微软与美国国防部和各种联邦执法机构 签订了5000份合同 亚马逊与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和联邦调查局 等机构签订了350多份合同 而谷歌则有相关合同250份 最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军方机构与科技公司签署的大部分交易 都此精心安排的套娃合同 合同中美国军方直接与中间商签订项目合同 再由中间商层层转包 最终项目还是落到科技公司去实际执行 但表面上看 军方只是和中间商合作 而科技公司看上去也与军方没有来往 美媒称 谷歌 推特 脸书等高科技企业及其高管 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 美国还通过对外情报监督法 对这样的合作提供制度保证 如果美国科技企业联合向美国国会进行游说 目标是让美国国会出台更加严格的返回政策 让全球范围内比这四家企业更有优势的其他企业 没有办法进入美国市场 所以这也是一种霸凌行为 我想美国这笔钱大概不会白花 会促使国会议员出台更加狭隘的政策 去排挤其他国家企业在美国的市场空间 高加索2020战略指挥演习 将于9月21号在俄罗斯举办 11号中方首批参演部队 搭乘着中国新型运输机运20抵达俄罗斯 而这也是中国首次利用运输机 向境外投送步兵战车等重型机械化装备 此次演习中方参演人员将分两批附额 首批底额官兵11号凌晨 在甘肃九泉某机场进行物资装载 有序登机 我们抓住这次跨国参演的难得练兵机会 围绕远距离投送 实战化检验 反复类证 经理编组 模块装载 非类定位等重点工作 科学决定 兵力承载 空中失踪 综合保障等方案计划 为部队工程投送 积累经验 看守路子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1号公布的画面 当天在俄罗斯福尔加河沿岸机场 两架运20平稳降落 参演首批中方人员走出机舱后 整齐列队接受体温检测 随后开始卸载随行装备 之后分别乘坐俄方直升机和车辆 前往营地 参演官兵与俄方人员进行限地对接 完成接收营地 防疫消杀等工作 为后续参演部队的到来 做好协调保障 中方部队参加此次演习的所有人员装备 全部依托运20大型运输机 实施点对点远程空中投送 这是运20首次在公开报道中展示装载步兵战车 这也是中国首次利用运输机 向境外投送步兵战车等重型机械化设备 此次中方参演部队以西部战区机关 和战区陆军战区空军为主抽组力量组件 边设中方导演部 联合战役指挥部 合成战斗群 指挥保障队 后装保障队 卫生防疫队等力量 运20预输机也迎来了高光时刻 首次跨国投送重型武器装备 我们首次投送了04不战车 通讯卡车 122毫米毒弹炮 也说明正在从轻型装备 向重型装备转型 那么这种转型说明 运20目前运输能力 正在从以前的保障型 向主战型这个方向转进和发展 离全功能战略艺术机的目标 越来越近 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 是俄罗斯在西南战略方向的重要演习 也是俄军本年度最大规模 国际联合军演 参演兵力主要包括俄罗斯 中国 白俄罗斯 巴基斯坦 亚美尼亚 伊朗 缅甸等多个国家 总参演兵力约8万人 将动用约250辆坦克 约450辆装甲运兵车 约200门各型火炮等 俄参演人员来自陆军部队 防空部队 空军部队 离海舰队和黑海舰队等 此次演习分两个阶段进行 在第一阶段 参演部队将在模拟战场条件下 进行对抗演习 在第二阶段 多国武装力量将联合演练各种作战行动 包括密集火力打击 多兵种联合攻击等 继2018年俄罗斯东方2018战略演习 2019年中部2019战略演习 中国军队已经连续三年参与俄军年度战略演习 中国国防部表示 全球携手抗议的重要时刻 中方派员参演旨在进一步发展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深化两军军事训练领域务实合作 提升多国部队联合应对安全威胁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就在中国首批参演部队抵额的同一天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莫斯科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 并发表中俄外交部长联合声明 在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加速 世界百年变局的背景下 中俄新时代全面协作伙伴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成为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中 重要的稳定力量 如果把多国部队进行各种反恐演练 特别是针对周边形式恶变 所进行的一些预案 变成实际的演练行动 对维护地区安全有重要作用 同时对于强化参演国内的 这些相互了解 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在任何区域内 出现各种防护活动 或者是严重影响到地区安全的重大事件 平均目前所形成的联合作战机制 完全有可能在第一时间 投入各个国家的联合作战兵力 通过实战化的各种行动 去遏制危机 去化解危机 近段时间以来 美国军机在俄罗斯边境频繁抵近侦察 就在中俄外长举行会谈的同一天 俄罗斯空天军总司令 苏罗维金11号在莫斯科表示 美军战略轰炸机于8月31号和9月4号 两次演练用巡航导弹模拟攻击额境内目标 3B52 действия с авиационной базы Fairford совершили полет в район боевого применения над западной частью Азовского моря при этом маршрут пролегал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Нидерландов Германии Польши и Украины минимальное приближение 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нице составило 30 км в ходе полет экипаж и бомбардировщика выполнили выход на рубеж условно пуска крылатых ракет воздушн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по нашей оценке в качестве цел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ись объекты расположены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юж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苏洛维金解释称 空域中无法像在地面上那样 清楚地定义国界 因此高速飞行的战斗机 可以在几分钟之内跨越边界 对此俄军方防空雷达和导弹系统 不得不提高战斗预警级别 苏洛维金表示 俄军已经注意到 美国B52H战略轰炸机 上月28日 在北约军演期间 曾进行针对俄罗斯的 巡航导弹攻击训练 苏洛维金认为 美军B52H战略轰炸机 在俄边境地区 进行战斗训练 极具敌意和挑衅性 俄军将对此做出回应 11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莫斯科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共建记者时 就所谓中国干涉美国内政的提问发表看法 王毅强调 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 当然也不会干涉美国内政 中国全国人大从未讨论制定过 针对美国内部事务的议案 而美国国会却三天两头出台 针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所谓各种议案 美国管得太宽了 手伸得太长了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卸任 卸任前安倍发表了关于安保政策的谈话 敦促继任者考虑允许自卫队拥有先发制人的权利 引发关注 11日即将卸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发表了关于安保政策的谈话 敦促下届政府在年内组织导弹防御新方针 并讨论赋予日本自卫队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在16号召集临时国会 并在会上确定新首相人选 分析认为无论新任首相是谁 自民党推动自卫队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方向不变 所谓对敌基地攻击指的是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 根据二战后实行的日本宪法第九条 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 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尽可进行防御 若安倍的计划被下届政府采纳 日本自卫队将首次获得向他国领土发动攻击的权利 标志着日本军事立场的重大转变 自民党代理秘书长稻田彭美表示 无论谁当选 安倍主张的新安保方案都有很大可能被采纳 彭博社评论称 安倍的方案不仅有违宪之嫌 对继任者日后处理中日日美关系 可谓是一个烫手山芋 日本自卫队前统和幕僚长河野克俊表示 如果要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可以选择购买美国制造的BGM-109战斧导弹 并在五年内拥有打击能力 战斧巡航导弹是一种全天候亚音速巡航导弹 射程2500公里 飞行航迹灵活 精确制导和低空突防能力强 擅长突袭地面固定目标 据报道 日本自民党内部重点讨论的是 战斧导弹的建设型号 日本拥有八艘宙斯顿驱逐舰 如果对发射系统稍加改造 理论上一艘驱逐舰可配备上百枚战斧巡航导弹 防卫省有关人士表示 通过宙斯顿驱逐舰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可将整个朝鲜半岛纳入射程 且敌方无法判断哪艘舰船搭载战斧巡航导弹 评论认为 这是日本谋求摆脱和平宪法限制的实质性举措 也传递出美国调整亚太战略威慑部署的信息 开始允许日本有限制的发展 对东北亚地区目标的先敌打击能力 日本共同社6号称 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 日本政府已告知美国将建造反导拦截专用舰 作为部署陆基宙斯顿的替代方案 共同社称 日本此前曾提出陆基宙斯顿的两个替代方案 一是增加海上自卫队宙斯顿驱逐舰的数量 二是在陆地设置高性能雷达 然后由导弹驱逐舰或其他海上平台发射拦截导弹 不过鉴于宙斯顿舰过于昂贵 部署雷达又需要当地政府同意 日本防卫省又提出了另一个方案 建造造价低廉功能单一的反导专用舰 并搭载美制SPY-7雷达及导弹发射系统 这一系统的性能强于美军现役宙斯顿驱逐舰 舆论担忧 日本的反导专用舰或将成为美反导网的最前线 反导专用舰比部署陆基顿驱逐舰系统 有更强的攻击性 如果在陆地上进行部署 目标暴露生存的概率并不高 那么在海上机动部署 那么既可以防空可以反导 可以反潜可以反舰 还可以进行对陆攻击 因为现在陆基顿驱逐舰的马克41推特发射系统 和现在的反导专用舰的马克41发射系统 基本上是同一个尺寸 可以共架发射多种导弹 所以这条件基本上是正常化 近年来最核心的一个符号 你说我们攻击性作战会成为日本作业队的主要目标 还有三个月 韩国电影宿院的原刑罪犯赵斗顺即将刑满释放 而他出狱后的住处与受害者居所的距离 不超过一公里 令当地民众深感不安 据韩媒报道 赵斗顺将于今年12月出狱 在最近的一次心理咨询中 赵斗顺透露 出狱后将返回妻子居住的经济道安山市生活 这一消息立刻引发了当地居民的恐慌 솔직히 너무 무서워요 저희 가족들도 얘기하는데 다들 엄청 많이 걱정하고 친구들도 그렇고 혼자 있게 되면 성범죄에서 돌아다니 아이가 타겟이 될까 봐 그런 게 좀 많이 불안해요 얼굴을 모르는 사람들도 있을 거거든요 그래서 그런 사람들이 알 수 있게끔 安山市是当年溯源案发生的地方 2008年 赵斗顺在这里拦住了独自上学的8岁女童 对其进行恐吓 殴打 侵犯 致其80%的生殖系统和部分器官永久破损 必须终生依赖人造器官生活 然而凶犯主张自己是在喝醉之后 自控能力较弱的情况下施暴 加上韩国对该类型案件设置有刑法上限 赵斗顺最终仅被判处12年监禁 在漫长的刑期中 赵斗顺一直被鉴定为再犯危险群体 显示其再出狱后再犯案的几率极高 据韩梅报道 他曾在警局作笔录时威胁受害人 我就算吃15年20年的牢饭 即使出来已经70岁 我也会在里面好好运动 你就等着我出狱吧 12年过去了 当年的受害者现在已经20岁 据2019年韩梅报道 目前受害者过着平凡的大学生活 但令人不安的是 受害者一家和赵斗顺妻子虽然都曾搬家 但目前两家居住地仍然很近 相距不超过一公里 安山市政府考虑制定对策 包括在赵斗顺住处周边 加装211台防范犯罪的摄像头等 目前赵斗顺正在接受 以高危性暴力罪犯为对象的集中心理治疗 出狱后需公开个人资料5年 并佩戴电子脚料7年 然而对电子脚料的可靠性 韩梅深表怀疑 韩梅公布的数据表明 在最近5年里 平均每年超过50起案件 是带电子脚料者再犯案 为此 韩国法务部决定将对赵斗顺的监督人力 从目前的两人增加到4人 并追加指定电子脚料监督人 韩国警方决定组建 专门负责赵斗顺的小组 对其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 韩国政界则在推动 对儿童性犯罪者的再犯 最高处以终身监禁的法案 事实上 溯源案仅揭开了 韩国儿童性犯罪的黑案一角 据韩国先驱报公布的 韩国警察厅数据 从2012年至2017年的5年间 韩国至少发生了5104起 涉及未成年人的性虐待案件 平均每天3起 其中94%以上的受害者 为13岁以下儿童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素栏 据韩媒报道 疫情令韩国配送行业 呈现爆发式增长 这也直接导致了摩托车 野蛮行驶现象激增 死亡人数大幅上升 外卖骑手为了抢时间 驾驶摩托车逆行闯红灯 随意变道 甚至在人行道上挤持 无视交通法规与人身安全 今年上半年 韩国共有265人 死于摩托车交通事故 平均每两天就有3人死亡 9月11号 美国911事件发生19周年 原计划取消的 悼念之光仪式如期举行 在当时遭受袭击的 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附近 两束蓝色的灯光 抵直地射向天空 明亮而又有力 以此纪念在911恐袭中的遇难者 2001年9月11号 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 以自毁的方式撞向纽约双子塔 造成2977名平民遇难 在之后的救援行动中 还有近300名救生员不幸遇难 近期日本市场上涌现出多种防灾套装 现在画面中看到的这种防灾套装 尺寸跟一本书差不多 便于随身携带 套装中包括防寒披风和应急头灯等装备 还有一种灾食应急洗衣袋 就算没有电也可以洗衣服 此外这种钢笔大小的洗衣机也备受欢迎 它采用了超声波洗涤技术 只要在屋渍下方垫一张纸巾滴上清水 然后用它在污垢处来回擦拭 很快就可以清洁干净了 日前金冰球超级决赛 在俄罗斯比尔姆拉开帷幕 在揭幕战中 多位俄罗斯冰球界传奇人物 组成名人队走上兵面 与比尔姆边疆区冰球队展开角逐 在紧张的比赛中 两队轮流领先 直到比赛接近尾声时 名人队才以10比8的比分获得胜利 在俄罗斯 金冰球比赛已有56年历史 专门为最优秀的青少年冰球运动员设立 日本神户市的神户动物王国 有一只很有气概的金头罐 请注意 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静止画面 这只金头罐在大雨中微然不动 狂风中屹立不倒 有网友称赞它 不惧暴雨不畏疾风 动物园的饲养员还为它点赞说 这只金头罐气场强大 是王者般的存在 近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东南部的 莫哈维沙漠 美军出动了具备人工智能的 机器人军犬参与军事演习 机器人军犬迈着敏捷的步伐 走下空军运输机 开展实地侦察 搜寻可能存在的威胁 除了实地勘探以外 机器人军犬还可以探测 敌方攻击的可能性 并做出及时应对 时隔80年 二战时期被英军击沉的 德国卡尔斯鲁二号群羊舰 在挪威海底490米深的位置被发现 路透社称 1940年4月 德国卡尔斯鲁二号巡洋舰 在从挪威南部的 克里斯蒂安桑港返航时 遭到英国潜艇鱼雷袭击 挪威海洋博物馆考古学家 根据军舰上的火炮位置等细节判断 这艘沉船就是卡尔斯鲁二号 之前历史教科书里 记载了卡尔斯鲁二号巡洋舰的历史 但它的具体沉默地点一直无人知晓 亲亚洲问天下 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